打臉了吧 去拍一個空房子幹嘛 他們就爽啊 無聊啊 不知羞恥啊 把丟臉當快樂啊 我坦白講我們聊這一題 我們都在講什麼叫做業力引爆 我常常講 曉青如果過去是個蹲扣的人 就是說沒有去賴清德家打卡 今天如果民進黨的人 跑去徐曉青家打卡 我們一定會踩煞車 我跟他講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可是你過去做的這些事 你就不能雙標嘛對不對 穿有這一個中華民國導遊鎮 所以就來跟各位介紹 南松山下午的清理行 還有加重道 集合時間很重要 集合時間是 腰洞三洞部隊集合 然後因為四叉媽10點40要受訪 所以大家稍安物照 讓他秀一下 因為他網美嘛 網美受訪也會開直播 所以這時候安靜 接下來就是都更巷弄的巡禮 那四叉媽會在那個地方簡報 說這個都更醫療會怎樣 多強都多用 導覽結束之後 就會進入到精華城 其實這整個的活動 我們稱為精華煙雲 我18那天下午 不知道會有多嗨 什麼下午 就是一腰洞三洞部隊集合 對 當天不知道多嗨 嗨起來的話 我不保證會把那些群眾帶到哪裡去 你不要學華國昭 我應該會給他帶去捷運叫他們回家 對 你不要帶到民眾黨黨部 不小心四叉貓人比519多 哇那真厲害 我在想說 腰洞三洞部隊集合時間 好不好不要記錯這第一件事 太打臉了吧 去拍一個空房子幹嘛 他們就爽啊 無聊啊 不知羞恥啊 把丟臉當快樂啊 我坦白講我們聊這一題 我們都在講什麼叫做業力引爆 我常常講 巧欽如果過去是個蹲扣的人 就說沒有去賴清德家打卡 今天如果民進黨的人跑去徐曉清家打卡 我們一定會踩煞車 我跟他講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可是你過去做的這些事 你就不能雙標嘛對不對 所以要算 四叉貓現在申請到了道路使用通知書 可以去辦集會遊行 你說新台派的做到很無聊 這樣幫四叉貓規劃了 518南松山小之都根輕旅行啊 對啦 這一個上次徐曉新去這個地方 他當然我們 他當時去我們是這樣說的 我們是說 娜清德家沒有住在那裡 他們兒子也沒有住在那裡 他們兒子也沒有住在那裡 你們到底去那裡找誰 那你就是打擾到旁邊 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姿勢 他們的姿勢 跟我們爸爸跟爸爸帶到什麼親家館的 一些姿勢啊 對 那些人也出來抗議了 說你不要來我們這裡摸這個對不對 對 那他當時呢 就搞了這些照片 洋洋得意 就在剖臉書 什麼賴皮寮 好這個接下來 他們家也回到 可是我要講 賴清德沒有住在那裡 許巧心也沒有住在八德路四段 也沒有住在那裡 張時剛說裡面只有直播間 對嘛 結果我想說沒有住在那裡 為什麼裡面有娘 他媽媽不是去祀娘嗎 你如果沒有住在那裡 那娘也平常都沒有人家 這另外一題 好 那四三媽他有去申請 不過四三媽去申請 他有一些叫戰守則 請勿帶汽笛來影響 對 這些守則呢 基本上就是因為這一封信裡頭 有跟他講說你不可以封路 不要破壞環境 不要違規停車 不要阻礙人車通行 所以他有教大家垃圾 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昨天有建議他 不要處理空拍機 是 所以他這裡頭也有提醒大家 我沒有申請空拍 對 所以也不要用空拍機 以免拍錯負 那天去不去 去不到 對 他主要那裡進行區 那裡進行區 對 所以那裡不能用空拍機 所以有要去的朋友要注意 不能去那裡用空拍機 對 好 那這個路犬申請到之後呢 因為這道是我們製作單位有的道 同時我們有改稅 這是一個南松山很好的開發案 只要把許小新的老家跟新家 兩個拿掉 這就是一個城市要發展的象徵 因為主要是那個巷子很短 好 那接下來 大家無聊 因為阿川有這一個中華民國導遊證 所以就來跟各位介紹南松山下午的清理行 還有割中島 好 那這一個活動啊 基本上我們採順時針的方式 順時針的方式 那順針方式呢 我們先從這個八德路四段106項還是108 106項八弄 從這個地方呢集合 因為這是我們活動的起點 集合時間很重要 集合時間呢是 腰洞三洞部隊集合 然後因為四叉貓10點40要受訪 所以大家稍安勿躁 讓他秀一下 因為他網美嘛 網美受訪也會開直播 所以這時候安靜 接下來就是都庚巷弄的巡禮 那四叉貓會在那個地方簡報 簡報 說這個都庚啊 醫療會怎樣怎樣 多共都啊 用 一千多萬 你可以變四千萬六千萬 這個四叉貓本人會在那裡進行導覽 導覽結束之後 就會進入到精華城 其實這整個的活動 我們稱為精華煙雲 精華煙雲什麼意思 精華煙雲轉眼空 徒流暢晚魂夢中 哎喲 為什麼叫精華煙 因為我們有精華城跟松煙 那這個許小新家之後 我們就會走過這一個 所謂的富勝公園 富勝公園 因為這裡有一些公共廁所 因為有些老火要來 要有承受 操作這個解放以後 就進到精華城的巡禮 那精華城 因為這個是台灣史上 第一個容積力800多 所以我們步行時間約7分鐘 Google map有建議 因為這個台灣史上最高的容積力 超越台北101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管理 不過現場 因為還在地下室開挖 大家只能看到旁邊的圍裡 所以還算有點無聊的心理 那這個走走走走走完 繞完一圈 我們這次都採順時鐘 你不要逆時鐘 順時鐘結束之後 沿著巴德路往這裡走 過了一個紅綠燈 這裡有一個消防隊 消防隊的對面走過來 一樓是賣檳榔的 賣檳榔的隔壁 有一家這一個越南美食 佛 這邊約1135大 對 這個是我就是那天 我跟溫朗東去吃的這一家 那他進去牛肉有兩種 一種是比較熟的跟沒有熟的 如果沒吃牛肉 你會點豬肉 裡面的小帥哥老闆長得很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盡情的拍照 你說許小琦老家 現在已經不是早餐店 轉租給一個賣越南美食的 河內河粉 河內河粉 河你吃過還不錯 對 那這個結束之後 我們繼續往這個東邊移動 往這個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過來之後 我們會走到這個所謂基隆路 就所謂的市民高架橋 對 橋下 參觀什麼呢 參觀這一個最新的建案 叫做吉祥如意的大樓 是這個沙卡湯 是這個沙卡湯 這吉祥如意在這邊 這也是剛講的 越南的小吃在這邊 所以我特別算是九分鐘可以到 但是過市民大道過馬路要小心 然後這個看完之後 我們就會進到台北機場 這是一個鐵道 台灣的鐵路 我們這個台北車頭 過來 機場就是車 晚上休息 生辛苦的地方 維修洗車 台北機場 現在已經被列為文化資產 好 那這個地方參觀完之後 我們就走這一條路 這一條路就是淹場路 淹場路 麵包 對 然後這裡就灌完之後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巡禮完成 就解散 大家各自回家 但是 你要回家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因為 市叉貓 因為還在現場 還在現場 算持續要開直播 要賺賺賣鬥內 所以呢 這一個他還是會在現場 所以你可以跨過市民大道 對面就是要經過許曉零家 之前一定會經過 牛媽媽樑麵 對喔 牛媽媽樑麵 東港 我們今天講的南松山小隻都庚親旅行 精華煙雲的這一個流程 歡迎大家報名踴躍報名參加 現場沒有人在收券 你就跟著走就好 也沒有收費 要花錢都自己花 好 非常謝謝阿川 不管是專業的導遊 真的讓我嘆為觀止 可是我們下一個要問4X貓啦 4X貓不得了了 你的入權申請通過了 你在518在那邊有了合法的入權了 可是問題是什麼 隔天是519 小草要出征了 我們今天中午在我另外一個節目 我們就討論過 518如果人數比519的人還多 柯文哲就打包了 可是因為你這個人生性懶惰 不愛規劃 你啥事沒有幹 只在那邊擺了一個帳篷跟垃圾頭 就笑想大家會去 所以本節目幫你規劃 我建議一個叫做 518南松山小隻都跟輕旅行的 這個行程 請問毛貓這樣的行程 你還滿意嗎 我非常的滿意 因為我這一次 因為一開始 我根本沒想過會申請通過 地圖我都幫你畫 就順時鐘繞一圈 對 我一開始真的沒想到會通過 我好像沒想到昨天就是下午的時候 突然公文寄過 我就通過了 那我要準備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傻眼 我真的有點傻眼 我想說那我就是 既然申請通過 那我就是準備兩個帳篷 然後放個垃圾桶在那邊 你也太爛了吧 就當個佛系的 因為一開始我們的訴求是說 希望任何人路過那邊 不要再被徐曉星暈爆警 然後被警方騷擾 或者是說被他媽媽罵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訴求是這樣 但是沒想到真的過了 我想說這年頭網紅 不是就坐在那邊 只要讓人家拍照就好了 你們就幫我排好行程 沒有那麼累 我跟你講 禮拜六的時候要帶個小旗子 領隊要有個小旗子 然後旗子在手跟我走 然後再回回回 然後再繞一圈 提到沒有 我還要去負責繞一圈 你還負責繞一圈啊 我不能那邊拿個看板 就說這個流程是這邊 你們就去那個現場去繞一圈 再回來 那不然我可以 這樣會迷路 我認識一個 中華民國導遊協會導遊執照的人 叫做王毅川 他最近新開了一個YouTube頻道 叫做拱川去哪裡 拱川去哪裡 禮拜六你就負責去帶隊啦 但是我禮拜天519有更重要的任務 沒有關係啊 那519是你的事啊 這是518啊 你就去帶隊好不好 對 然後因為完全沒有預估人數 因為警察伯伯早上有打電話來關心 然後問我說人數怎麼樣 我跟他說應該不會很多人吧 我沒有怎麼動員 對 對大概100人吧 我們不會賭到馬路的 放心好了 我還跟他講說放心 結果中午912克數 你雄心壯志忽然來了 嗆聲 518新台派都給我站出來 如果518現場人數比519還多 黃國昌跟柯文哲就打包了啦 對我跟你們講 518那天下午 不知道會有多嗨 什麼下午 就是依腰洞三洞部隊集合 對當天不知道多嗨 嗨起來的話 我不保證會把那些群眾帶到哪裡去 你不要學黃國昌 我應該會給他帶去捷運叫他們回家 你不要帶到民眾黨黨部 對不對 對 那現在第一件事 你人數已經嗆了嘛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我坦白講 四叉貓這麼懶惰 那麼那麼破的行程 人數少是應該的嘛對不對 對這人數少一定應該到 如果不小心四叉貓人比519多 哇那真厲害 我在講錯 腰洞三洞部隊集合時間 好不好 不要記錯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四叉貓你說 上街頭最重要 把人帶出來叫把人帶回去 是 有一些注意事項 你一定要宣導一下 對 因為那個當天 因為我第一個是臨時 我是主要那個臨時路權 臨時路權是不封路的 對 所以我們不要影響到交通 要是人潮多一點的話 我們就到旁邊的公園去 在那邊可以聊天 然後呢 不要帶一些什麼 包括有會吵到的 包括汽笛啊 包括大聲公啊 然後包括什麼那個音響 那些都不要帶去 然後不要去現場烤香腸 很多人跑來我在留言 很多人跑來留言說 要去他們家門口烤香腸 不可以 完蛋了 完蛋了 來烤香腸 那些攤販鼻子都淋了 香腸啦 魷魚啦 皺豆腐 射飛鏢都會去 杏仁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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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仁哥餓很久了 都去了 對 不可以來烤香腸 就算在公園 公園也不可以烤香腸 不不不 我們應該這樣講 如果要做生意 罰單致負 罰單致負 罰單致負喔 我沒有要過喔 開玩笑 尬不要緊張 不要出來烤香腸 然後呢我也沒有申請空拍 所以不要拿空拍機來這邊玩 免得被人家講說你偷虧人家 不過那個 所以如果當天有人在現場玩空拍機 我會拜託警察 杯杯把你給請走 因為我這個陸權是沒有申請空拍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 包括一些 就不要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重點 不要打擾鄰居 不要亂丟垃圾 那你一直想到你自己 我先呼籲不要打擾鄰居 好不好我們就默默的跟著施茶毛走 對不對 現場停區是無辜的 還有不要亂丟垃圾 因為亂丟垃圾 你要負責掃 對我要負責掃 時點結束之後 我是負責掃的 所以你不要亂 你們看到垃圾桶 就丟到垃圾桶裡面去 你這是我看過半活動最混的 租了一個帳篷 裡面椅子桌椅都不擺 擺垃圾桶 有有有 垃圾桶就擺路邊就好了啊 我有跟他租十張椅子 請小平叔送兩箱水來 真的嗎 你去徐曉青家送水給你 送農藥給你嗎 送農藥給你 送農藥 我跟你講 跟議員服務處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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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有辦活動 巧新委員 不知道可不可以贊助我們 八德路士頓那個108 今天有辦活動 那個議員 要不要送兩箱 那這麼負責來了 沒拆拚 我可以 又找平叔送兩箱農藥 而且我也去請你 申請那天定位潑水節 有必要這麼剑拔爐桑嗎 如果巧新願意贊助水的話 我可以放在最顯眼的地方 有他頭像的礦學堂 入口處 如果贊助水我就給他放上去 對不對 不只是巧新吧 有議員要贊助水 明代贊助水你都放上去 我都放上去 哎唷 他存在感來了 議員現在要登陸行程 回報委員 18號 腰洞山洞部隊集合 我幫委員登陸行程 那他這樣子行程 要多一個開幕式 他長官致詞 市長幫我再交一些美卡 如果有議員來的話 你講話說受訪就讓他們站後面 自己卡位 自己卡位 卡完位受訪或這樣 許淑華講兩句就可以了 差不多這樣 我跟你講 我現場只有租10張椅子 到時候按照備份做 按照備份做 按照備份做做10張 對不對 然後備方一樣就比年 市長貓 王毅川這種到518還沒地補上的 就站著 對 市長貓 我決定自己帶摺疊椅去 摺疊椅去 摺疊 王毅川給他們坐電子 卡在機械 好這個差不多 宣導差不多 對 好宣導差不多 我剛剛在網路 因為新聞剛剛出來了 對 很多人質疑說 市長貓怎麼那麼有錢 可以租用道路 沒有那個 租用道路不用錢吧 幾百塊而已不是嗎 那個我 因為公文剛好有出來 對 炫耀給大家看一下 我總共花了420元租用道路 對 但是這不含清潔費 不含清潔費 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要亂丟垃圾 就丟到垃圾桶裡面 不然你們沒丟乾淨 我少不完 我要付清潔費 所以徐曉星到現在 你總共花了440塊 20塊掉地級圖 420塊申請道路錢 對 這算是以小博大 關通耗費就不知道賺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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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